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满足于现状 享受现有的生活 他没有什么想达成 做任何事都没有动机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于平凡的人来讲都是一种享受 他直接进入生活 面对生活 不加分别的生活 他不想知道何谓生活 只会去经验生活 让生活来充满它 他完全和生活同一体 圣人就像太阳一样不会在意人们对他是好是坏 有人说他好 必然也会有人骂他坏 有人需要他 也有人不需要他 然而圣人并不会因人们的谴责与赞叹而改变自己的行规 没有众生就没有明师 明师的功德是以众生为基地培养起来的 众生是土壤 明师是大树 是大树需要土壤 而不是土壤需要大树 大树的叶子和果子最后又落在土壤上 众生的福报是以供养明师而来的 开悟的明师不追求任何东西 也不会畏惧任何东西 所做的一切都是随缘 他没有朋友 也没有敌人 他的眼中没有好 也没有坏 他是一个善恶不分 男女不分 天堂与地狱不分 生与死不分的圣人 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个众生 各个都是佛 超越自我的人 进入道里面的人 哪里还会有善恶美丑好歹之分呢 他正得了无分别致 他不讲信用 他不会再造业障 也不会再消业障 他所做的一切既和人道 也和天道 对于悟道人而言 爱和恨的心都已消失 他不爱某人 也不恨某人 然而你若来到他跟前 却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爱散发着 那是一种单纯的品质在散发 你想他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依你的根基而感受 而起反应 悟道者的心中始终是种单纯的存在 对他恨不值得 对他爱更不值得 但是你若想要爱 那么他就是全部的爱的化身 成道以后的身体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形象存在 而内在的存在已彻底变了 我还是我 又不是以前的我 过去的我死了 又生出一个新的我 无量节以前就有的我 现在重新出现 因为现在的我死了 无量节以前的我不得不出现 不要认为修行人修到最后像个木头样 什么也不知 在修行的某个阶段固然像个木头 由于头脑不再向外追逐 这股力量返回来逐渐进入了内在的核心 完了这个过程后 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技巧都变成了觉知 天空中飞之小鸟 犹如在你的心头飞过 别人在地上行走 犹如踩在你的心头 当然这种境界里是种难受的境界 你太敏感了 你太容易受到影响了 从另一面讲此时的佛菩萨 天堂地狱都和你在一起 和你同一体 你已到了家 再也没有任何事让你可做的了 你的整个旅程已完成 你的整个结果就是一个觉知 时时刻刻的觉知 梦和飞梦都成了觉知 过去的一切在你觉知的状态下 都连接上了 都记忆上了 所有的方法都是一个提醒 提醒你内在的觉知 变成了觉知后也就不需要方法了 过去的方法只能对后来者有用 明师什么也不会做 只会叫醒你的睡眠 然而由于你头脑的习惯势力 明师把你叫醒后 你还不愿起床 仍然赖在床上 请客间又开始做你的梦 什么时候头脑被明师打死了 觉知才会立即稳固 他不需要时间 瞬间的功夫就可完成 也许努力十年就是为了那一瞬间 明师只是掌握了如何切断你的头脑 而能让你立即与内在的觉知连接上 让你变成觉知 错过了这个瞬间 也许一年十年 好几世才会出现下一个瞬间 一旦达成一次瞬间 你将变成永恒的觉知 瞬间足以助永恒 大开悟的明师所说的每一句话 无不是教理 所说的所行的都是代表如来佛 供养明师就是供养三世诸佛 清漫明师也即清漫三世诸佛 明师是与三世诸佛心相通 得道的人不需要借助外界的任何事物 自己的内在也一样活得很充实 他不仅能和自己为伴 也能和万物为伴 他外在看上去是孤独的 而内在时事与万物同一体 他没有任何欲望 他从不显示自己 他能承受别人给他的是是非非 他从不认为自己很重要 他从不努力奋斗 他看上去像个傻瓜蛋 像个无用的人 像个软骨头 他没有原则 没有立场 你跟他合作一定会气死你 他只能做圣人 这个圣人的头衔 还是别人给他的哑称 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是 千万别把他划分成是属于某一类型 否则你会失望 佛菩萨无所不在 没有来去之说 只是众生没有摆好自己的频道 接收不到 所以不能和佛菩萨沟通 悟道名师正是懂得了架设频道的技巧 虽然众生皆有佛性 若不因名师的指导 终究不会悟道 一旦学会了频道的密码和技巧 即刻和佛菩萨沟通 生在人间就有人的特性 但又超出人的特性之上 犹如水中的莲花 生在水中 但又超出水面 名师总是最难当的 来到名师面前的每一位信徒 都抱有一种成见 我心中的名师肯定是这样这样 只有这样才是我心中的名师 否则就不是名师 来者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 在塑造名师 没有给名师一点自由 本来是向名师学习 反而成了教导名师 如果你来到名师面前 不放弃以前所有的成见 那么你什么也不会学习到 你能把自己交付给名师多少 那么你便能从名师那里得到多少 交付并不意味着 你交给名师什么东西 而是要对名师信任和敞开 唯有你所有的成见空掉后 名师的力量才能进去 由于我们轮回太多是 头脑里面的习气太多 把那个亮晶晶的东西给掩盖住了 那个亮晶晶的东西纵然掩盖得很深 但它始终不会变质 一旦把过去的概念抛弃 接受当下 本来面目也就出现了 一位开悟的名师犹如一朵鲜花 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百年之内也会往生 然而它的加持力也极能量场 三界以内的名师的能量场 百年之内就消散了 超越三界的名师的能量场 千年之内还不会消散 还有加持力 实际上每一个开悟的人 都是一个不同的方法 没有两个开悟的人 是采用同一个方法 在起步的时候 云云众生可以采用同一个方法 越往内在深入 越产生分歧 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母亲只能给你物质 不能给灵性 母亲给你身体健康 名师给你灵性成长 母亲给的是大树 名师给的是花果 见名师一眼 就能使你沉睡已久的灵性苏醒 经名师灌顶后 过去式的业障永远消失 当下解脱 再造的新业由自己承担 是是非非 无定论也不能定论 人类往往总是 受先入为主的概念去评价一切 如果是先学了佛教 便无法接受基督教的思想 反之又无法接受佛教的思想 甚至互相攻击对方为歪理邪说 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特定的定义和固定的概念 凡事不符合自己的 都视为外道 对于一个大彻大物的人来讲 根本不存在正邪之分 一切言论皆是方便而说 无非都是使众生进入内在的核心 小智慧的人善搞阴谋 大智慧的人善搞阳谋 开悟的圣人总是以他本人的样子出现 阴谋阳谋与谦虚自大是同一种性质 皆是我执的再现 当我执消失的时候 明师所说的一切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既不是自大也不是谦虚 佛陀是把那个东西原原本本地表述出来 好了 以上就是开悟人的特征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小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